大家好,我是George洛斯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好,我们今天是继续给大家带来UML相关课程 上一节我们讲了UML类图的类和接口的基本画法 然后讲解了UML工具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UML类图之间的类与类之间 类与接口之间的关系 好,我们先回到PVT 好,然后类与类和类与接口关系总共有六种 我们分别介绍 第一种是Generonization就是泛化 泛化简单讲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继承 它其实就是表示一般到特殊的关系 就相当于说是类类是负类的一个特殊 然后负类就是类类的一般表现 这就是关系 然后它的画法就是说从类类画一个箭头指向负类 然后线是实心的线 然后从代码上的表现就是说我们extend 比如说这个subclass,extend,baseclass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叫泛化关系或者叫继承关系 第二,realization就是接口与实现 接口呢,我们都知道它是必须要有真正实现的 它才能使用的 接口只是对外暴露一个可以调用的方法 然后但是真正还是需要真正的实体类来实现 然后呢,画法呢,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真正的实体类 比如说这个inputclass 它去实现这个interface的方法 这个地方呢,它有两种画法 第一种画法就是说用曲线箭头加三角 指向它实现的接口 或者是说如果接口是用圆圈表示的话 那么就是直接用直线连接到这个圆圈 就表示这个class它有这个接口 然后呢,从代码上呢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implements 就相当于说这个classimplements 这个interface 那么就是一种接口的实现 好,这是第二种 好,第三种呢,是依赖关系 依赖关系就是很简单讲 就是说,一个类 它需要用到另外一个类的方法 或者是说成员 它就是一种依赖关系 然后最典型的呢,就是import 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类 要用另外一个类的东西,对吧 你必须要首先要import它 不然的话,你编译都什么能编译过的 然后从这个图上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写一个string tool 然后有一个方法叫substring 它需要使用参数是string 所以说它就必须要依赖string这个类 因为没有这个类的话 那么它后续这个方法也是没办法写的 这就是一个依赖关系 好,然后是关联关系 关联关系呢,就是说两个类 它互相知道 或者是一个类 它知道另外一个类的属性或方法 就是我们举的例子是说 比如说老师与学生 丈夫与妻子这种呢 它是双向的一种关联关系 然后呢,也可以有单向的 我们这个地方画的图,举个例子 就是单向的一个关联关系 就是说学生和课程之间 就是学生它是拥有课程的 它可以报不同的课程 那课程本身它是并不知道 学生是谁的 所以这是一种单向关联关系 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成员变量 然后画法呢,就是说 用一个直线箭头 然后就是直接是箭头 没有三角形 也没有其他形状的一个箭头 表示它是关联关系 如果是说双向关联呢 那就是直接一个 没有箭头的一个实线 就表示双向关联关系 好,然后是聚合关系 聚合关系呢 它是一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它离开整体 它也是可以存在的一种关系 就我们这里有举例 就是说一个汽车 那么它是需要有轮胎的 没有轮胎 这个汽车肯定是不能跑的 对吧 那么这个轮胎离开的汽车 它能不能存在 它其实是可以存在的 对吧 比如说汽车的备胎 或者是说轮胎电流的轮胎 它都是可以单独存在的 所以说它们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但是呢 就是说部分离开整体之后 也可以存在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画法呢 就是说 由部分的这个类 一个菱形的箭头指向 就是它的整体的类 这里就是说轮胎 它是一个菱形指向的汽车 表示说轮胎是汽车的一个部分 这是聚合关系 然后是组合关系 然后组合关系呢 就是说 它也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但是这个部分呢 它不能离开这个整体而存在 所以说它是 它叫组合关系 它的画法呢 就是说 它是一个 在实心的菱形的 一个实现连接 然后呢 就是也是由部分指向整体 就是说 你看 这个菱形是指向整体 就是说 我这里举的例子 就是说 手和人的关系 就是说 这个人 是需要拥有手的 对吧 然后手 如果这个人不存在了 那么他的手 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所以说 它就是一种组合关系 好 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 六种类的关系 和接口的关系的 一些图的基本画法 好 然后我们将在 StarUML里面 画一个 动物的关系 跟大家举例 然后让大家理解 这六种关系 好的 我们打开StarUML 我们先拥有一个 好的 我们在这里开始 首先 我们先创建一个类 它叫Animal 动物这个类 好 然后动物 我们知道 它肯定是需要喝水的 对吧 那所以我们就需要水 这个class 有了Water 这个 好 那动物 它要喝水 那么它肯定就需要一个方法 我们再加一个方法 名字叫Drink 然后 我们这个方法 它肯定需要 传入一个水的参数 对吧 那我们再加一个参数 叫Water 它的类型 我们选择Water 好 那么 这样 水和动物之间 就是一个依赖关系 那么就是 动物它需要依赖水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选Dependency 选这个 是一个虚线的箭头 表示 我这个动物 是依赖于水的 好 然后动物呢 它肯定就分很多种类 对吧 我们简单讲 现在动物就是 有 哺乳动物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也有 鸟类 把字体都调大一点 那么它们都是 动物的一种 对吧 所以说它们是一种 一般到特殊的一个关系 那么它们就是继承 所以说 一个继承 或者叫 费化的一个关系 好 那么 鸟类呢 我们就知道 它是需要有翅膀的 它才能飞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翅膀 那么鸟它有翅膀 所以说我们给它增加一个成员面量 叫翅膀 它的类型呢 就是我们的翅膀 然后呢 我们把它制为一个 Protected 因为它的子类 对吧 鸟的子类 它应该也是可以 把这个翅膀 那这个翅膀和鸟的关系呢 它就是一个组合关系 因为就是说 这个翅膀离开的鸟 本身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吧 那好 鸟死了之后 这个翅膀也会 跟着一起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它们是 相当于同一个生命周期存在的 那么它是一个组合关系 好 这就是鸟 那我们再想一下 我们有鸭子 对吧 鸭子也是鸟的一种 好 我们加一个鸭子的类 那鸭子 它也是组成于鸟的 其实我们这里 就可以看到 这个鸭子 它组成鸟 鸟组成动物 鸭子它也是一种动物 对吧 这个组成关系 整个组成链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 有一种特殊的鸭子 它叫 比如说它叫糖老鸭 对吧 就是 呃 Done Duck 对吧 糖老鸭 好 糖老鸭呢 它肯定也是鸭子的一种 是一种很特殊的鸭子 对吧 那么它也是一个组成的关系 好 糖老鸭 组成鸭子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想到 糖老鸭 它其实是 它可以讲话 对吧 它也可以演电影 对吧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 有一个接口 叫做 Talk 讲话 对吧 好 那这个糖老鸭 它有实现这个接口 因为它会说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 interface realization 实现这个接口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说 用一个直线连接圆圈来表示说 糖老鸭实现了这个讲话的接口 那同时呢 它也会表演 对吧 那好 我们再加一个表演的接口 act 这个act 我们就 用另外一种 接口实现的形式来跟大家演示 我们先把 format 把它调成level 然后我们再把它的 operations打开 好 然后我们把字体调大一点 这个时候 那它肯定就有一个方法 表演 它肯定就有一个表演的方法 就叫act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选择interface realization 对吧 就是我们刚刚之前也演示过 两种实现接口的表现 是这样的 好 是糖老鸭 然后呢 哺乳动物这边呢 我们肯定也有很多哺乳动物 对吧 我们就举 简单举两个例子 就是我们自己新增两个类 那一个呢 就是狼 对吧 狼我们 先把自己调大 后面大家看 好 狼 那它就是 wolf 对吧 好 然后羊呢 然后羊呢 然后它们都是继承于这个 呃 扶 扶 对吧 它们都是开生的嘛 对吧 都是扶 动物 所以说它们也是选择 那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 狼它会去吃这个羊 对吧 然后羊呢 它肯定也会躲避这个狼 所以它们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关系 狼群 这个狼群呢 它其实就是必须要有狼 组成 对吧 它有很多很多狼来组成 那 单一的一个狼 它们聚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狼群 对吧 换言之 这个狼群 这只狼离开这个狼群 这个狼群它依然存在 对吧 它不会说 因为一只狼不存在 它狼群就不存在 反过来讲 就是说 这个狼 它是一只孤狼 它不属于狼群的话 那么它单独存在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说它们是一种 聚合关系 它并不是一种组合关系 好 这里我们就 把所有的六种 类和接口之间的关系 跟大家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然后我们就实际 把这个代码生成出来 跟大家再简单的对照一下 我们选 Tool 选Java 选JerryCode 好 我们选择这个Model OK 好 我们选择一个路径 进 来自旋到DiPod下面 我们把之前 以前生成的删掉 好 这个时候就生成好代码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吧 我们这有这么多个 类 接口的类 我们一一对照一下 先把这个东西放到这边 方便大家看 好 我们把这个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方面大家在同一屏 来对比 这样 好 我们把位置都调整一下 紧净瘦一点 好 这样 好 我们把这个打开 好 我们把所有的 东西都拉到Eclipse里面 好的 我们主要重点看几个好了 看 我们首先看一个Bird好了 Bird在一个中间的位置 看一下 Bird这个类 我们可以看到 明显看到 它是继承Animal的 对吧 然后呢 它同时 它需要用到一个翅膀 对吧 它需要组合一个翅膀 它才能飞行 好 这是一个Bird的这个类 是没有问题的 好 然后我们再重点看一下 这个DumnaDuck 唐老鸭 看唐老鸭 对吧 它是Duck的一种 继承的Duck 对吧 一个继承关系 然后同时呢 它也实现了两个接口 一个是Talk 讲话 对吧 一个是Act 表演 对吧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一个关系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最后我们再回到PPT 再总结一下 我们刚刚讲述的 这是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了 有六种关系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个关系的强弱 做了一个排序 泛化和实现 也就是说继承 它本质上是相同的 子类它是完全继承了 附类所有的东西 对吧 然后 你一个类实现一个接口 它也必须是完全实现 这个接口所有的方法 其实就是说 它们是整个 把它们的附类 或者附接口的东西 全部给拿过来 所以说它是一种 最强的关系 它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关系 可以简单这样理解 然后第二个 就是强的关系是组合 就是我们刚刚有举例 鸟和翅膀的关系 就相当于说 它们的生命周期 是在同一个生命周期的 所以它们关系 是第二强的 然后呢 是聚合关系 就是说 狼群和狼 我们刚刚举例的 一个关系就是说 狼群需要有狼 但是狼离开狼群之后 狼群也依然存在 离开这个狼 它也依然存在 但是它们需要聚合 才能完成很多其他事情 就比如说 狼群需要聚合在一起 才能捕猎对吧 所以它们的关系 是仅次于组合的一种关系 然后再次呢 就是一种关联关系 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 就是说 狼和羊的关系 它就是一种关联关系 就是说狼要吃羊 羊要躲狼 对吧 它们关系 明显就是没有那么紧密 然后最次呢 就是一个依赖关系 就是说动物 它需要去喝水 对吧 但是它不是说 时时刻刻都需要去喝水 只是它 当它需要喝的时候 才需要水 所以说它只是一个 有依赖的一个关系 反正是一个单向的关系 好的 今天UML的 类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